继续要带大家品尝 行啊来的古早味了 沿城区有一处饮料摊位 是在地人才知道的古早味 卖饮料的老板娘 她的名字叫做陈珠锥 卖红茶的时间已经有55年了 很多人从小都是喝她的红茶长大的 所以也被首客昵称为红茶阿嬷 熟练地把摇起的红茶送进杯子里 不太起眼的饮料摊 维持数十年不变 有啊 吃两三袋 像以前我们要不要吃我的东西 他们要带来吃 现在还带你们的儿子来吃 这样才不 都不太久了 由卖红茶开始发展出 各类饮料都卖的这门小生意 在沿城区做了55年 成了许多沿城在地人熟悉的 隐藏版解渴地点 以前在菜市场那边卖 我们以前小时候喝的红茶 是用塑胶袋 然后绳子绑起来 还一包五块 因为学校在旁边 所以同学下课放学出来都会买 不少人的味蕾认的是 阿嬷煮出来的音频好滋味 原本没有名称的小摊子 也因为有了阿嬷这块活招牌 把名字给定了下来 从20出头卖到77岁 这一杯阿嬷红茶是地方人的记忆 沿城区的古早味 港东西红园周福庆 采访报道